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赵云铭,继续给大家播讲《日本战国群雄》,那么接着来讲西国的老狐狸女子荆九。 我们上一集讲到了,安义国在毛鲁元旧将女子荆九臣服之后,大致上已经没有了反对势力,那么女子荆九将矛头指向了东边,来平定背后国。 公元1518年,女子荆九命令她的弟弟九姓往东去攻打南条市的居城,羽衣石城。 南条市只是盘踞在薄齐西部的国人众,家主宗盛不敌,朝东边的阴藩流窜,女子军深入追击,薄齐阴藩境内的豪族相继败落。 连两家山明市的分支也不敌,到了公元1524年。 整个的薄齐以及阴藩,细数纳入女子家的版图。 之后,女子荆九派兵占领了出云北方的尹齐岛。 这座律令治下的远流之岛,平安时代是用于流放行徒的。 自平安时代早期,废除了死刑以来,流罪特别是远流。 远流指的是距离比较远的流放,那么远流就成为最重的罪责。 孤宣海外的尹齐岛自然成为最佳的远流场所之一。 大臣被流放且不用说,那么承久之外,属于败北朝廷的后鸟与上皇, 正宗之变失败的后醍醐天皇,都是被流放到了这个岛上。 后鸟与上皇还是在这个岛上驾崩的。 那么这座岛在二传以后,因为和日韩两国的冲突点, 主岛距离很近,这才受到了重视。 在尼子经九的时代,这个岛的价值并没有那么大, 尼子经九只是派出了几百人,就轻松地占领了它。 公元1530年左右,尼子经九的版图东启波摩,西道石剑, 中间包括了阴藩、美座、贝钱、伯齐、尹齐、贝中、出云、贝后、安逸共十一国, 相当于现在的鸟曲、岛根、岗山、广岛四县的全部, 以及兵库县的一半,被称为十一州太守,阴阳的太守、云州之郎。 从尼子经九开始对外扩张算起,不到20年就拥有了十一国, 窜起的速度和扩张的步伐都太快, 如此狼吞虎咽并没有扎实地消化掉陈属于它的个股势力。 领地乍看有十一国,但是它能够完全控制的顶多是出云、尹齐和背后三国。 十一州太守,这只是个美称,内部的问题非常之多, 这是为什么尼子家的霸业建立得很快,崩塌得也很快。 固然,京九的后继者秦九是家业崩塌的首要元凶, 但是始终的勇者还是在于京九的葫芦村枣。 新旧家臣并没有在京九的调和下成为尼子家的中间力量, 反而伴随着领地的扩张,冲突越来越大。 京九在世的时候,还因为他的声望和能力,不让冲突浮上台面。 但到了秦九担任家主的时代,他好大喜功, 轻率地发动没有把握的战争,结果造成了重大的失利。 广大领地内的豪族识祥识叛,结果成为谋略远旧, 施展谋略,离见尼子君臣的舞台。 公元1518年,出云豪族,英景踪地, 薄齐的南条宗盛,起而反抗。 尼子京九派他的弟弟九姓, 到薄齐征讨南条市, 派自己的长子郑九出征英景的根据地摩石城。 京九一共有三个儿子, 长子郑九二十七岁, 次子郭九二十七岁, 这两个应该是不同的母亲, 但第三个儿子, 星九当时二十二岁, 最小的儿子已经过继给了败于京九的出云守护带, 阎野家作为养子。 虽然郑九的出阵已经不可考, 但当时他已经二十七岁, 所以这次作战当然不是他的出阵, 不过率领七千兵力前去摩石城, 怎么看都是小题大做, 然而摩石城的抵抗却出乎意料的顽强, 郑九决定以攻城战常用的断粮断水之策, 等待守城方的投降。 这个计策忽然可以减少己方的牺牲, 但是必须付出漫长的时间, 最重要是要保持己方的士气高昂, 不能先行崩溃。 据说尼子郑九是一个吹笛子的高手, 他的笛子技巧得到了京都朝廷公卿的一致好评, 其高妙之处只比平安时代晚期的吴官大夫平敦胜, 不幸的是这两个人的下场也是非常的类似, 郑九的习性被守军所摸清, 某一天他又在军中吹笛子以安抚士兵焦躁的情绪, 由于笛声美妙, 这就成为了非常显著的目标, 突然射来了一支冷箭, 顿时就要了尼子郑九的命。 两军交战, 主将中途阵亡, 攻守方的士气及优势瞬间就逆转, 七千兵力的尼子军到了不撤退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境地, 尼子郑九阵亡的消息传回了岳山复田城, 京九暴跳如雷, 召回了在薄旗作战的弟弟九姓张张对策, 最后尼子郑九决定由次子国九接手攻打摩士城, 之前尼子军撤退并非是被英警军击退的, 而是主帅遭到了袭击而身亡, 也就是说除了死掉主帅之外, 尼子军的兵力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损失, 英警军也没有因为尼子军暂时的撤退而占到太大的便宜, 兵力和梁响的欠缺这些都没有得到解决, 城墙的破损也没有得到修复, 因此在再次面临以复仇为口号的尼子军根本守不住, 只能投降。 尼子国九当然是不接受投降, 因为这次出兵的目的就是要彻底消灭, 摩持军民,以报杀凶之仇, 尽管英警家已经投降, 但是尼子国九仍然下令猛攻, 英警宗帝在城破前已经自焚身亡, 尼子军九是这场作战最大的输家, 为了一个降而复盼的豪族, 派出前往讨伐的寄生人却死于非命, 英警家既没有杰出的人才, 摩持城也并非是什么战略要地, 占领他无疑只是为了提升尼子家的声望而已, 算起来这样的损失实在是得不偿失。 京九的三个儿子之中, 国九过于暴虐, 虽然是一员猛将, 但却不是治国的良才。 小儿子星九个性怪异, 更不能让他继承十一国的领地。 至于长子郑九, 小名叫右四郎, 跟尼子京九最像, 应该是尼子京九抱有最大期望的接班人, 一般对郑九的评价都是长于军事、文才、政略。 然而他死得太早, 仅凭着有限的资料, 很难证明他符合这样的称赞。 但不管是夸赞他也好, 比起他的两个弟弟, 郑九的确是适合接受十一周, 因为第二代最需要的本领不在于开拓疆土, 而是在于守城。 遭到如此重大的打击, 61岁的尼子京九, 尽管心灰意冷, 但还得是找人, 接班。 他有意将家主传给弟弟九姓, 可是他弟弟九姓却拒绝了。 为什么呢? 一方面九姓也46岁了, 过不了几年又要交报, 贫贫地更换家主对于家族来说不是什么好事。 再者呢, 尼子九姓也担心这是不是兄长在有意试探, 或许京九还有其他更中意的人选, 如果表现出来对家主的位置垂涎欲低, 恐怕自己遭到的并不会是继承, 而是被铲除。 不管尼子九姓婉拒的真正想法是什么, 最终尼子京九打消了这个念头, 尼子九姓反过来建议, 立尼子郑九年仅五岁的次子三郎四郎来作为继承人, 因为尼子郑九的长子已经夭折了, 让他成年之后改名为全九, 后来接受了十二代将军疫情的偏会, 改名为清九。 那么尼子京九考虑再三, 接受了这个建议, 尼子家上空, 自此就开始布满了乌云。 自古以来因为继承人选而造成的肖强之祸不胜美举, 为了平息这样的纷争, 于是就发明了迪章子继承制, 不仅是因为长子继承, 而也是正时所生的第一个男孩, 这才行。 如果按照这种制度, 迪章子出生的那一刻就已经决定了继承人选, 相当程度上避免了后续的纷争。 而万一迪章子比在位者早逝, 则由迪章子的迪章子来继任, 即在位者的迪长孙, 除非早过的迪章子没有子次, 这才从现任者的其他迪子里选任。 万一现任者没有其他的迪子, 这才从侧氏所生的数字里选择, 如果连数字都没有, 那就选择自己的兄弟, 或者是收养有血缘关系的男孩。 虽然妮子经久决定依照惯例, 由迪长孙三郎四郎担任继承人, 次子国久,妖子兴久却大失所望。 他们对于这个还没有圆福, 也没有任何战功的侄子, 成为家族的领袖非常不满。 国久知道自己有有无谋, 父亲终归不会让他成为继任家主的, 所以也算看得开。 但妖子兴久可不像他的兄长那么释怀。 兴久虽然早年被过继到了出云守护带, 掩掩市, 目的是拉拢掩掩市以及相关的豪族。 透过劫亲, 妮子家才能在短期之内横扫背后, 进而构筑了十一周领地的基础。 因此妮子兴久觉得自己非常有资格成为继承人, 父亲确立了一个黄口小儿, 他怎能不生气呢? 妮子兴久虽然心有不平, 但是却没有马上发作, 而是静在时机。 之后几年, 妮子和大内家发生了两件重要的大事。 毛里家第十一代家主兴松蛮夭折, 而没有直系继承人的情况下, 监护人, 也就是他的叔父毛里元旧继任。 妮子兴久很清楚毛里元旧极富聪明才智, 担心日后会成为妮子家的大患, 于是趁着毛里元旧刚刚继位, 就怂恿毛里元旧的义母弟弟向河元刚叛变。 毛里元旧得知叛变的背后是妮子兴久之后, 立即断绝了与妮子家的陈属关系。 这对于当时实力如日中天的妮子家来说, 虽然没有立即的影响, 但是却是日后妮子家灭亡的关键。 而另外一个关键是, 公元1528年12月20日, 管领带大内一星逝世, 享年52岁。 这两件事情在当下对妮子家的势力并没有负面影响, 可是沿野兴久却认为是发泄常年鸡院的良机, 加上有背后北部豪族和出云西部, 四社比如说出云大社和鹅原寺的支持, 兴久以为条件已经成熟, 于是就举起了反旗。 然而在史料当中, 沿野兴久他叛变的时间是有疑问的, 出云大社的记载是公元1530年的三月, 因得太平记则为1532年的八月, 当时妮子兴久出兵美作的途中, 兴久于出云的佐托城起兵, 到底哪个时间是正确的, 已经无从可考, 但可以肯定的是, 兴久他选择的叛变时机并不恰当。 尼泽兴久在接到消息之后, 与其说他愤怒, 倒不如说是错愕。 错愕为什么自己的这个小儿子兴久, 会如此轻率的叛变? 因为佐托城的兵力只有700, 而兴久第一时间率领评冠的兵力就有7000人, 虽说人数不是决定胜利与否的唯一因素, 但是看到兴久派出如此兵力来平乱, 佐托城内的700兵可能不会相信 几方可以抵挡尼子兴久的大军。 佐托城很快就被尼子兴久攻下, 掩野兴久只能逃往背后, 寻求自己岳父家的庇护。 背后北部的豪族虽然全力的抵抗, 但是仍然不敌尼子兴久的大军。 公安一股三四年, 兴久兵败自杀,年仅38岁。 平定了兴久的叛乱, 尼子兴久并没有喜悦之情, 他再次体会到失去儿子的悲痛, 原本子嗣就不多, 如今只剩下次子国久。 为了酬谢国久在平乱时立的战功, 除了转赠了掩野兴久在出云西部的领地, 还赐了岳山复田城东北边, 新宫谷作为他的宅邸。 就这样, 尼子家最强的战力, 新宫党自此成情, 然而这也同时种下了二十年后另一起悲剧的种子。 公安1537年, 八十岁的尼子京久将家主让给了已经原福的长孙尼子全久, 也就是后来的尼子晴久。 北多他晚年, 唯一可以信任的人, 他的弟弟九姓, 赐子国久来辅佐。 但京久一定想不到的是, 这两位顾名大臣竟然直接间接地死于他的接班人手中。 公安1541年10月13日, 高龄八十四岁的尼子京久病逝于岳山复田城, 他一手建立的霸业到了晚年, 已经出现了崩塌的前兆。 尼子晴久继位之后, 由于常年对外征战, 收入跟不上庞大的开销, 而且兵力的损耗也令家臣豪足离心离德。 毛里原舅的计谋更是提供尼子家臣另外一条出路, 他们很难不怦然心动, 于是家臣们一个一个不是遭到原舅的设计, 引起晴久的猜忌而将之除去, 就是为了自保主动地投靠了毛里原舅。 到了公元1566年, 毛里原舅的大军包围了岳山复田城, 众叛亲离的尼子家终于走入了历史, 这距离尼子晴久去世, 不过才过了25年。